你覺得這次美國會否真的就這機會宣布推QE3 我相信機會不是那麼大 因為大家看過去兩個月 一些意識紀錄也好 聯署官員的言論也挺分歧的 無論他們對經濟前景看得比較悲觀也好 但他們有一部分 白岸黑這部分都想留一手隨時會因應市場情況推出第三輪兩款措施 但有部分的委員或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 幾有保留 一方面當然大家知道明年就是總統選舉 所以這些議題會變得比較政治化 第二就是他們都擔心通脹會來臨 所以連聯儲局自己本身都有些分歧的話 要推過阻力會比較大 除非大家見到譬如歐洲出現很大規模的信貸緊縮 或者是美國經濟數據大幅轉弱 暫時這兩樣都未見到的話 我想他們留有一手靜觀奇騙機會會比較大 不過你看回其實近來美國經濟數據好像好一些 所以都有人在這裏質疑如果這個時候再推再印銀子 成效有多大呢 所以現在估計可能都會出口述先 聯儲局那邊 我想始終不要令市場太失望 甚麼都沒有 所以做安撫著市場 告訴你經濟發展中不過有風險 如果有麻煩我就會搞定 安撫著市場的情緒 今個禮拜我們投資策略怎樣好 似乎就 即是剛才說了 我估計短期會先做一些整股線 所以最好都是等一些條件出現之後 才考慮吸收股份 暫時 因為去到禮拜尾 資助十封會才有結果 我想暫時先觀望 如果你說之前在低位沒有出貨 暫時不要太輕舉妄動 好 其實我們看近來港股波動 梁Mathiel 想回頭 其實都是市場擔心環球經濟前景 如果環球經濟差的時候 有些行業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其中有一個行業 它就說是一個經濟指標 說的是航空業 為甚麼呢 有些數據就說 如果當GDP跌1%的時候 航空業其實都會跌 跟著它跌 可能跌1%甚至乎是多一點 所以近來就看到 澳行就罷工了 雖然現在暫時平息了 不過勞資雙方都要在21日內 就要訂一個協議了 不過其實這個 可能都是一個警號 告訴我們航空業的經營都挺困難的 所以這裡 看到你就對了 正正就要問一下你了 航空業的前景 是不是真的難一些呢 還有航空股 你又怎樣看呢 而且航空業 都是一個挺難做的生意 因為一來它要養著飛機 就算開和不開它們都要吃油 是呀 第二就是養著空者和機師 大家也知道 它們的工會勢力兇惡 是呀 不加工就罷工 是呀 所以這方面都對它營運成本 帶來很大的挑戰 第三大家看到油價 剛才提過 一路都向上 對它們的成本 也帶來很大的壓力 今年的航空股業績 就一定沒有去年增長那麼快 所以很明顯 今年的股價全部都跌到一波一波 是呀 這個情況我暫時都沒有扭轉 唯一就是看看 譬如會不會有些行業政策出來 去扶持一下它呢 才有些反大機會 譬如國內最近出了一些增值稅的改革 在上海就做了一個試點 將一些營業稅和增值稅合併 以及將起徵點 就是起徵的費率 由以往劃一 就變為有三個檔次 物流和航空業 就會定為一個比較低的檔次的增值稅收取 相對來說 譬如以上海做基地的東航 它能夠受惠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形成了最近會有些反彈 這隻我都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好呀 東航今天收市三個一毫一 是否可以留意著現在這些位置 剛才說了 最近可能會有些調整 所以就等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試回落三分樓下 我想吸引力會比較大 好呀 Maphil我們現在美食當前 當然是不要錯過了 這個就是習近拼盤 然後你看到它這麼大 還有一些橡皮軟糖的魚在游泳游泳 這個就叫Fishbow 其實就是車廉子的Majorita 讓我們也試試吧 OK